一姐長達三年疫情 封控的怨氣迎新年 網友擔憂 難道是要讓所有人陰陽靜陽嗎 中國防疫專家曾預估 上半年可恢復到疫情前狀態 更有媒體披露 中共高層一份文件要求各地 在三月召開的兩會前做到 陰陽靜陽快速過風 兩個月達到全面群體免疫 恐怖白肺代表患者已經重症 這名醫師透露不到十分鐘 連看三個白肺 專家擔心恐怕光北京 就有超過百分之八十 將近一千八百萬人染疫 中國全國感染人數估算 更可能上看六億大關 中國光這二十多天的感染率 已經超過全球其他國家 三年的感染率 專家釋景春節 染疫率將達百分之八十 超過十一億人確診 同時美國CDC也針對中國 一月八號大解封 發布旅行警告 要求美國人重新考慮是否前往中國 免得搭上這波解封潮 將病毒帶回家 三立新聞楊俊宗報導 三立新聞楊俊宗報導 消kteB talked Bachelor 跟 ông博士 出版本 進什禮油 推檄